他說,他因為他知道你有玩過機 他有一個方法就是搏走,無眼視乾淨 怎樣說都沒用,解釋就是掩飾 唉,最佳算我搬走所有器材 我的人都不在家,他都要繼續投訴 放出來,真的有目的,認了照片,沒什麼 我人都不在,他還堅持說有,真是老命 不用理他,你都不在那裡,你也知道他怎樣投 或者怎樣投,怎樣掃都沒用 你已經離場,所有干擾的事情,你就無了期在那裡搞 那裡有盲失,甚至盲失到他根本有精神問題 就是這樣,那就更加沒得搞 我猜他可能真是精神有問題的 因為我下去下面那層呢,他對面屋 他最初是投訴他對面屋的 就是這樣,投訴沒得投呢,當然隔壁那幾間 原來都被他投訴了,不僅僅我流述 不僅僅我那個單位,原來我左手,因為我隔壁就是一間 原來第二間和我對面一間都被他們投訴 又說發出責怪聲,這些那樣,我直接搬來馬鞍山 我兒子也告訴我,他最有投訴 他就投訴說我們無情節整停的Wi-Fi 對,整停的Wi-Fi 謝謝